1月17号,50多款鼠植物亮相南京,向游客恭贺新春佳节的到来。 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内的多肉多姜温室里,整齐摆放着和生肖鼠年有关的植物。 不仅有民中代鼠的,也有形态似鼠的,既有花色多药,可入药可食用的全能型选手鼠围草, 也有生命不显,少有人知的鼠腹草、鼠毛菊、老鼠乐等植物。 我身边的这个植物它叫做桶叶花月,虽然名中不带树,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叶子, 它的叶片中间是泪凹下去,很像一个小老鼠的耳朵,非常的可爱。 它还有名字叫做西财树,代表着发财的意思。 一旁的这款组合花卉的名字更为喜庆,名叫金鼠银春,有着美好的寓意。 我们看一下这里很像有好几只小小的金毛鼠趴在这里一样, 而这个它所用的植物也是鼠为长鼠的多肉植物。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寻宝鼠,也代表着发财的意思,所以祝大家财源滚滚。 植物有的像老鼠,有的是名字上面带鼠,很有寓意,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科普。 此次鼠植物展还通过突文并茂的形式,集中介绍了几十种鼠植物, 浮以精致的鼠碱纸,种子萌鼠画,卡通鼠拍照框, 为游客展示精灵可爱的植物鼠世界。 我们这个鼠植物展主要是通过展板和活植物的方式, 一共展出了五十多种鼠植物。 它们有的是名中带鼠的,还有的是形态像鼠。 除了这些植物以外,我们还配备了精美的鼠年的植物碱纸, 以及我们做的种子化,中国古代就把各种豆类统称为书, 还有一种黄色这种小米,它是五穀之一的鼠。 借此来祝大家新年快乐,鼠年吉祥。